來看一下那個猜數字遊戲 這個數字不要猜太複雜 反正就猜1到20號 所以這個題目的需求是第一個 電腦需要亂數抓一個號碼 你說我現在想要寫複雜可以就延伸 比如說4個號碼 可不可以從這邊出發就抓4個號碼就好了 我的需求是先倫等 所以要怎麼產生一個亂數 其實它內線的一個模組裡面就有個叫random range 你只要給它範圍 它就幫你從1到20號裡面抓一個號碼 OK亂數 第二個的話就會請你猜一下 但是我猜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以不斷猜 猜到對為止 所以我要怎麼猜比較快呢 當然先從中間開始猜 但是你要給我提示 所以如果假設我猜的數字 比它的那個數字還大的話就提醒 你猜太大了 請你小一點 反之就是跟他講你猜太小了 大一點 OK 最後的話就一直猜到對為止 這個是第一個版本 第二個版本就是有限制 你只能猜三次 三次不對 不能再猜了 不然等於你一直猜猜到對 那在1猜到20一定對 那所以我這邊已經把層次寫出來了 分成原始版跟精簡版 原始版的話就是照快回圈的寫法 你會發現 這個是一個輸入條件 有沒有什麼條件 就是我先抓到一個1到20之間的乱數 那我用的這個什麼 方選是叫做random range 那這個random range是內建的 它是放在一個模組裡面 叫random的模組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有一個import有沒有 指的是外掛 外掛一個random 這個模組其實它已經有了 只是說它不要每次都載入 會太浪費記憶體 所以你要先掛上去之後 才能夠使用這個random range 那這個random range 你說老實它很像range 所以為什麼特別用random range 其實因為它的規則 跟range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1到20的話 那記得1是初值 21是stop 所以不會產生 所以1到21 那就是1到20 所以這個敘述是說 幫我乱數抓一個號碼 那就是1到20之間 然後幫我丟到前面的這個rnd裡面儲存 不知道 那就是丟 接下來的話呢 就讓使用者填 所以這個是電腦產生 這個是使用者填 那填完之後的話 你需要做什麼 做比較 所以喔 所以喔 兩個比較之後不相等的話 就做什麼 提示嘛 如果你猜的 比它的小 太低的高一點 再猜一次 反之有沒有 高一點 有沒有就再猜一次一樣 那所以如果假如呢 在這個回宣之外 就表示什麼 因為它這個邏輯是不等於嗎 那當然如果有沒有 等於的話就是false 所以false的話 恭喜猜對了 應該可以懂這個程式這樣說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版本 那至於那個chall v會怎麼寫 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我們先投我自己寫的 等一下再看一下那個chall v寫的 當然如果你實在不會寫 說真的 你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你如果覺得太難算 交給別人 厲害 這個難的還是交給別人寫 所以喔 這個版本Ctrl C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把這個版本 直接Ctrl V 貼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新的module裡面 讓它弄弄看 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然後把Ctrl加 大家 知心看看 OK 請在1到20之間猜個數字 你一般怎麼猜中間吧 猜學好了 OK Enter 太高了 太高的話那就三去法 1到9 1到9的話就是 剩1到9 1到9中間的話那是5 可以猜5 Enter 還是太高了 那進去3 那進去3 3 1到4 對齁 所以在數 把數3 所以就中了呢 想要大概4個其中一個 Enter 還是太高 它就只有兩個 不是叫1跟2嗎 隨便猜 1好了 OK Enter 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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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餓了 那就餓了 對 那就餓了 還好 城市我想說 突然認住了 我以為 我輸你嗎 好 恭喜猜對了 那顯然這個城市 邏輯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OK 不過 這個城市寫完之後 各位不曉得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重複的城市太多了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沒有發現 他為什麼這邊輸入一次 然後這邊又輸入一次 然後這邊又輸入一次 所以啦 當然呢 以那種 平常有那種洁癖啊 那種城市洁癖的人 就會想說 可不可以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不要 讓那個輸入不斷的再出現 也就是說我只要輸入一次 全部一起判斷 所以後來我後來的寫法都用 等一下要講的 就是另外一種寫法 至於怎麼寫啦 不過 如果你實在是 我是覺得就是 多一種寫程式的理解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就是把那個 拆數字遊戲的部分才會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就多學一個東西 就是如果將來你要乱數產生的話 就是利用random range 然後產生 那如果你假設 要的不只一個數字的話 你就可能就random range 比如random range 第一個 然後前面乱數就是 可能就rnd1 rnd2 rnd3 rnd4 如果你要四個號碼的話 那就四個號碼 比如你要寫一個 像之前的同學就 作業就寫一個什麼 幾a幾b 比如說我們就跟同學在玩 猜看 到底 然後什麼 如果位置對好像就a 然後位置不對 數字對就b 幾a幾b這樣子 有了 同學就真的用拍檔寫出來 不過我相信他應該是花了很多力氣 然後之前我們還加過server的版本 就是在架一個jungle 就是把python架成server 也就是說這個遊戲可以放在網頁上 直接就可以讓人家在網頁上互動 然後你可以發布到server上 等於是把這個寫好的 server上也可以run ok 這延伸性蠻多的 我覺得 以現階段來看 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ok 試試看好了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就是 如何簡化 看看辦法把這些g等於g等於 這三個都 都不要讓它出現 然後我的想法是說 乾脆以後改成一個叫什麼 畫有衣帽 邏輯的話 不要在這邊判斷 至於怎麼寫 我們待會再看 試試看 這個 猜數字遊戲 再來你們也可以嘗試看看 以按照這樣的邏輯 請trygb幫你寫一個看看 看看他寫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如你們預期的